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药残留最多的素材 带刺的黄瓜会比较新鲜 然而一般情况下 黄瓜的顶花在黄瓜采摘下来一天后就会粘了 如果你发现黄瓜的顶花买到手还很新鲜 而且接连处有凸起的部分 那就是打了吃极素的 建议大家在挑选黄瓜时 别挑选那些顶花过于新鲜 和顶部没有凸起的 此外 清洗黄瓜时 最好是用软毛沙来刷洗 第三种 花菜 无论是白花菜还是绿色的西兰花 由于结构特殊 包特不平 缝隙里面也是很容易常有农药残留物和虫软 而且菜农在采摘后 为了保鲜 会在其外表上包上一层纸 或者网状的膜 这样就导致花菜上的农药无法挥发 所以平日里吃花菜时 如果你只用清水冲洗 那肯定是洗不干净的 建议大家在清洗花菜时 将其搬开洗净后 最好在热水里焯一下 确保把农产量减到最少 第四种 白菜 很多人在吃白菜时 为了避免农药残留 会把最外边的叶子割掉吃里面的 但你知道吗 白菜在生长过程中 至少要打两种农药 一种是打在白菜根部 避免地主吃根 一种是打在叶子上 防止虫害 而且根据特色发现 白菜内成的农荐量 一般高于外成 所以不管哪一片叶子 都是会有农荐的 建议大家在清洗白菜时 不要只清洗表面 而是要一片一片地搬开了清洗 第五种 西红柿 现在的西红柿 大多培育于大棚内 但大棚里的西红柿 由于花心不能正常受粉 所以需要人工进行干预 通常有菜能在吃花心上 撒一些生长调节剂 这样西红柿才会生长 这种种植方法导致西红柿 常会有不同形状的旗形和空心 如果你发现你买的西红柿颜色 外红内绿 那就是用了推熟地的 建议大家在挑选西红柿时 要选择外表圆润的 表面有像沙瓢一样的小白点 此外 如果西红柿尾部有点裂纹 就说明这个西红柿是自然长熟的 以上便是五种农产最多的蔬菜 其实大家在吃蔬果的时候 能去皮就去皮 能焯水就焯水 其他的可以用小苏打 盐加水浸泡一会儿 也可以有效地驱除杂质和农药残留物 各位朋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